年轻时候,我们总觉得老一辈人观念陈旧,自己做的才是对的,父母总劝诫我们要多听老人话,不听老人言会吃亏的,可是我们总是嗤之以鼻,不放到心上,农村老话,总是话操理不操,简简单单的三言两语中,都是满满的人生智慧,那你在农村听过这句俗语人道六识,两不交,两不碰吗? 你知道他的意思吗?今天就给大家讲解一下,大家一起来看看有没有,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国学经典的世界,共同追寻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,感谢订阅,两不碰,不碰保健品,激素药物,我国自古就有养生的传统。 而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,人们对养生的需求也越来越高,但面对琳琅满目的保健品和激素药物,如何科学养生,远离盲目购买和服用,就显得尤为重要。 部分老年人群通常会选择购买大量的保健类产品,以及激素化学药物达到强迫机体的目的。 面对于多种诱人的广告语使中老年人群产生了需求,购买心理,并没有在医生的建议之下定时定量服用药物。 保健品和激素药物并不能替代正常的饮食和作息,正确的饮食习惯和规律的生活作息。 是养生的基础,我们应多吃新鲜蔬果,保证营养均衡,避免过度劳累,保持充足的睡眠。 面对保健品和激素药物的广告,我们应保持理性的判断,许多保健品广告夸大其次,实际上并没有宣传中的那么神奇。 激素药物更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,自行购买和使用,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。 最后,如果身体有不适,应尽快就医,听从医生的建议,而不是自己盲目购买药物,包括保健品和激素药物,以免延误病情,甚至对身体造成更大的伤害。 在影视剧都挺好装。 苏大强的角色就是一个盲目追求保健品,却忽视了身体健康的人。 他的行为不仅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困扰,也给家庭带来了负担。 我们应该以此为鉴,科学养生,远离盲目保健品和激素药物。 如果你喜欢且感兴趣的话,记得订阅本频道,接着往下看吧。 不碰烟酒 60岁之后,我们的身体逐渐走向衰老,各项机能都在慢慢减弱。 此时,过度吸烟和酗酒无疑会加速这一过程,导致身体各项指标迅速下滑。 因此,要想晚年生活过得安康。 远离烟酒是必须的。 首先,吸烟对身体的危害是众所周知的,吸烟会导致肺癌、心血管疾病等多种疾病。 长期吸烟还会使皮肤老化、牙齿变黄、严重影响形象,在影视剧都挺好中。 苏大强就是一个因吸烟过度而患上肺癌的例子,这不仅给他本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,也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。 其次,酗酒同样对身体健康造成严重损害。 长期酗酒会导致肝脏疾病、肠胃疾病、神经系统疾病等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在电视剧《欢乐颂》中。 白主管就是因为长期酗酒导致肝脏功能衰竭,最后不幸离世。 因此,为了晚年生活的幸福安康,我们应当远离烟酒,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,多锻炼身体,保持健康的饮食,保持良好的心态,这样才能真正享受美好的晚年生活。 同时,我们也要关注身边的人,劝诫他们远离烟酒,珍惜生命。 两不交,不交言论,不争一时之勇,不成一时之快,六十岁千万不要再和人有义气之争,外人说的对错,都不要斤斤计较,听着不舒服,听不下去,一笑而过即可,不要再和人有口舌之争。 在《红楼梦》中,贾母作为家族的权威,尽管对许多新事物有所保留,但她始终保持着宽容和接纳的态度,这也使得家族在她的领导下得以繁荣发展,贾母的处世智慧,是我们这个年龄阶段可以学习和借鉴的。 在《父母爱情》这部剧中,安姐由梅婷饰演和江德福由郭涛饰演,这一对夫妻虽然性格迥异,但她们都能互相理解和包容,携手共度风雨,尤其是安姐,尽管她出身于资本家家庭,但她始终努力适应新的生活环境,学会与邻居同事和睦相处。 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,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 此外,《欢乐颂》中的曲晓潇,由王子文饰演,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,尽管她性格直率,容易与人发生冲突,但她始终保持着宽容的心态,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和建议,最终也赢得了朋友们的理解和尊重。 在现实生活中,我们也要学会像这些影视剧人物一样,以宽容的心态去接纳新事物,理解年轻人的想法,与人和睦相处,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在晚年生活中过得更加幸福和谐。 不交恋,在我国。 尊老爱又是传统美德,对于60岁以上老年人的关爱,更是社会的重要责任。 对于那些退休的老年人,他们虽然有一定的收入,但在生活中也可能会遇到各种困扰,特别是在金钱方面。 这就需要我们引导老年人树立正确的金钱观,让他们明白金钱虽重要,但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更重要的东西。 对于借钱这个问题,我们需要引导老年人学会拒绝,不要因为摸不开面子而让自己陷入困境。 在影视剧中,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,比如《欢乐颂》中的屈小肖。 他就是一个非常懂得拒绝的人,无论对方是谁,只要他觉得不妥,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拒绝。 我们需要让老年人明白,拒绝并不可怕,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的生活。 同时,我们也需要引导老年人看看一些,不要过于纠结于金钱。 在《都挺好》中,苏大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,他过于看重金钱,结果导致自己的生活充满了困扰。 我们需要让老年人明白,金钱固然重要,但生活中还有很多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,比如亲情,友情,健康等,只有看开了,才能过上真正幸福的生活。 总的来说,我们需要通过各种方式,引导老年人树立正确的金钱观,让他们能够更好地享受退休生活。 这不仅是对老年人的关爱,也是对我们自己的负责,因为我们都将会老去,我们需要为自己的未来做好准备。 过了60岁,养生保健非常重要,可以帮助老年人保持健康,延缓衰老,增强免疫力,从而提高生活质量。 以下是一些建议。 一、喝理饮食,多吃蔬菜、水果、粗粮、高蛋白食物,限制高脂肪、高热量、高糖分食物的摄入。 同时,要保证每天足够的水分摄入。 二、适量运动。 老年人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,如散步、太极拳、瑜伽等。 运动可以帮助老年人保持身体活力,预防慢性病。 三、保持良好心态,保持乐观。 积极的心态,对老年人的健康非常重要。 可以参加兴趣班,结交新朋友等方式来丰富精神生活,缓解压力。 四、补神。 俗话说笑一笑,十年少,生活当中保持平和乐观良好的心态,饱满的精神, 也是维持人体健康的重要条件。 我们经常看到那些长寿的人。 往往都是与人笑谈风生,笑口常开,心胸广阔的人, 而且欲是能够沉着冷静,看淡世事,对人生也充满积极的看法。 如果常年处于悲伤忧郁的状态,处在消极的状态之下, 更会让人体激素失调,内分泌紊乱,对人体产生不利的作用。 所以老年人更应该保持开心满足的生活。 五、保证充足睡眠,老年人应保证每天七至八小时的睡眠时间,保证睡眠质量。 六、养生保健,可以适当服用保健品,如维生素、钙片等,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素。 老年人养生保健,应注重饮食、运动、心态、体检等多方面因素, 以维持身体健康,提高生活质量。 综上所述,人到六十,两不交,两不碰的智慧,实际上是一种追求美好生活的态度和方法。 只要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,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美好。 在这个阶段,我们应该学会珍惜眼前的一切,远离负能量,珍惜正能量,把控欲望,回归本真。 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真正过上幸福、美好的生活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,如果有什么建议,就在下方留言吧。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